美国总统川普老爱在推特发文贸易战开打之后 他的贴文甚至可以改变股汇市方向 而在中国呢也有一个经常在推特上预言中国当局政策的先知 那就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综合自由时报与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胡锡进于5月中开始在推特发表有关中美关系政策的言论 短短一个月他的追踪人数翻倍至近5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胡锡进往往都能准确预示正确消息 例如5月28日胡锡进指中国正在认真考虑限制出口稀土到美国 这番言论令A股稀土板块击涨 另外先前他也曾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可能减少波音飞机的订单 这使得波音股价单日急错5% 此外从Fedex误送华为包裹到中国当局就赴美留学发出警告 胡锡进都多次成功预测北京方面的行动 胡锡进上周在接受彭博访问时称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他的确可以获得一些消息 但并没有得到授权 也不确定中国官员是不是故意要传递消息给他 不过双方算是心照不宣 通常只要胡锡进的推文有用到据我所知 那该消息就是绝对正确的 彭博引述了Bayer Chaps Report 创办人Larry McDonough形容 胡锡进的推特就是中共版的川普推特 为了获得有关中国在贸易战或其他问题立场的关键讯息 很多华尔街基金经理和投资人都正在密切关注